卡拉斯克和哈姆西克呢都是刚刚回到队中 据说卡拉斯克的状态和球战欲望都非常强烈 因为连他这里呢在替补机上 蒋正龙 利鹏和王永霍加上沙拉维 所以他的今天的替补的厚度还是比较能丰满 沙拉维呢刚刚在意大利队对列士顿士登的欧锦赛的预选赛中 有进球有助攻 因为是第三次交锋 所以实际上再加上崔康熙对大林一方的熟悉程度 位置是和卡拉斯克有点对上了 正龙回车拿球之后交给哈姆西克 左边有李帅 李帅突破之后低传给卡拉斯克 直接起到上门 比赛刚刚开始不到一分钟48秒钟 比利时国家卡拉斯克 接自己队友在边路李帅的短传球之后切入禁区 半转身缓过防线之后 直接起到第一射48秒钟 前接给他中场停球失误 而大林一方没有给他任何回补过来的一个时间和机会 直接就退过去 莫雷诺追不回来 而李云秋这下呢 误以为李帅要传中 所以来了个大产球 但李帅给了个很轻巧的传刀 倒过来给到了卡拉斯克这 这还是卡拉斯克的能力 卡拉斯克停球接转身 完全摆脱防守之后 直接起脚射门 所以前接给他看上去是在防守位置上 但实际上 身侧留下了巨大的空张 被他的右脚抹过之后 他的射门很准确 所以因为打得很聪明 对 也是主教练看到了他的状态不错 而且连续打比赛呢 他的这种感觉会比较好 圣花队只排两人人强 现在闪开只有一个 考虑到他们就可能在中路击脚射门 这条射门呢 打得比较正 也没什么力量 估计一开始 贝尼特斯在这边呢 有了一个双层的防守安排 如果他打四后卫的话 真的是大类方就很难了 伊哈洛单打 再加上这个 金星义单打能力也很强 这回这种单打的机会来了 伊哈洛传球 伊哈洛传球的同时 在中路 彭心力已经跟上 但是在和对方进行身体对抗的时候呢 没有能够控制好 但是圣花队就期待出现这种 在前场 有能力超强的外援 单打对方防线的这种机会 因为这种机会的成功率非常高 不是百家俊呢 孙凯和曹云定的配合之间 就要生疏一些 伊哈洛展现了非常出色的身体素质 但同时呢 对方跟他顶上扇蓬飞呢 也一点都不让 因为知道这一下身位 如果靠上没有结果的话 那就很危险 所以从转身时候的这个动作 大家来看 已经很明显犯规了 对 仅仅抱住了 这个伊哈洛的胳膊 不让他起诉 同样也被黄海警告 这都是有价值的犯规 因为一旦这次阻挡不成功的话 伊哈洛就在自己最擅长的区域 一打一成功 就已经直接面对门将 感觉虽然是打了一个舞后一体系 但是右边这俩 包括董延峰在内 他和孙国文更多的注意力 是放在了拿球的曹云定身上 只要曹云定一拿球 他马上他俩就上来 第一下莫雷诺虚跑 横拨 曹云定直接起脚射门 三人之间的配合 两个左脚将 一跑一踩一给 跟上右 伊哈洛一个大扣 继续回带了 他现在还没进球 但是已经导致对手 一个中位一个后腰 两张黄牌 原本呢 大林方可能按照 贝尼特斯的这些想法 在优温路 有两层防线去防曹云定 左边突破 但没想到 这两个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曹云定那的时候呢 伊哈洛团出现了 连续把对方的中位 内部的位置给使用 而且效果还特别好 李帅估计还是之前 跟彭金利冲撞那一次 很及时 没任何犹豫 大林一方 这条线子排得并不是很齐 后点的人先往回走了 张宠又一次 在接任一球的时候 手型出现了问题 扑球脱手 还好呢 是扑在人堆里头 除了偶尔用伊哈洛的脚下之外呢 大部分时间 射法团的进攻 都是有高球 往前打 伊哈洛这个是绝招 他会引人 曹云定把球给带走了 同时呢 对方的两人站位 居然被曹云定 把这球给拿下来 后点 漂亮 曹云定的船中后点 跟上莫雷诺 莫雷诺投锤攻门 这球曹云定的能力 显现了相当强的能力 因为对方实际上 两人的跟进 包括站位 已经基本上 让他在边路 无计可失了 居然被曹云定破掉 对方的两人防守 而且准确地送出过顶船中 在后点的莫雷诺 在角度极小的警告之下 头吹破门 颁平比分 伊哈洛连续在这个位上 压制对方的人 而且这一瞬间呢 前后确实是大连一方 派出两个人来防 还是防不住 而且后点这球 传得舒服到什么程度 基本上 像篮球里边的 隔人暴扣那种感觉 对 你只要到位 身体给出去的话 基本上就能得分 对 跳起来 不管对方能 博阿腾 这回 这回这矛盾又来了 积压了火气 双方终于在场上 冲突 卡拉斯科那意思呢 在博阿腾倒地的时候 越过博阿腾的时候 世华队队员有一个 附加的天然动作 看看有没有这慢镜头 现在因为有视频 助理裁判了 可以回放的很机会 所以先拉开双方 平息一下之后呢 主裁判是有机会来回看 这个火气呢 就出现在之前 在波能和慢镜头的过程当中 可能在中场双方 来回抢 曹云定去抢卡拉斯科 卡拉斯科呢 再抢曹云定 被吹了犯规之后 第二波又回来 这是第二波的一些 积怨又产生了 双方枪球上都开始 对立起来了 王者已经开始在耳麦中的 和视频助理裁判对话 一旦回看的话 是不会毫无结果 对双方球员来说 都要做好准备 应该先看运动战当中 波阿腾倒地那一下 再找后边冲突过程当中 有没有动手的 王者拿的是黄牌 对 是吧 他牌拿在手里 然后把人叫过来 估计就是发黄牌 对 同心立一招 诚心立备黄牌 镜头别走 卡拉斯克有一张 卡拉斯克在这还不依不扰 走爱敌 对 所以黄牌只是暂时的 他解决了刚才在运动战时 那次犯规的处罚 这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完全没有平息双方赛 场上的怒火 而事实证明 生化 哈姆希克找人传 这回 李尹秋选为好 金星玉 莫连诺 脚下很灵活 小动作向中路走 打不了远射 好球 曹林丁跟上再传 打 漂亮 依哈洛 曹林丁两次助攻 先是莫雷诺 再是依哈洛 依哈洛38分钟的时候 左脚扫射得分 生化队反超比分2比1 还是左路解决问题 一开始这个球呢 就是左路 曹林丁和彭心凌之间的配合 把球打到中路 分给 莫雷诺 然后再回来 莫雷诺始终想在中路找一个打远射的机会 但对方看得很紧 但是呢 他的能力 视野和曹林丁的配合 使他看到了这一个机会 贴地送身后 曹林丁跟上左脚就传 而义哈洛跟上之后 面对一个半高球 高难度的半转身 凌空推射 打圆角得分 现在曹林丁踢得很聪明 并不过多的到中路去 即便已经打到禁区前面了 他还扯开了在边线 在外线等着一个机会出现 虽然开场48秒钟就丢球 但生化队之后 还是和对方打出了对攻战 有多次很高水平的 个人技术实施和团队 上半场比赛结束 神花队在开场不到一分钟 就丢球的情况之下 依靠莫雷诺和伊哈洛的进球 现在是逆转2比1 反超对手 从卡拉斯克的面部表情 就可以看得出来 调过去打边后卫 同时蒋胜龙因为有身高 有力量对为未来 因为这猜都能猜到 对手要想扳平比分的话 很有可能会上楼 刚才那个背景当中 像周婷啊 赵群日啊都坐在提普席上 或许贝尼特斯也想趁早 先断来断来一下年轻人 彭心里的任一球 送到任强中自己的队友 同球百度 但是前冲的力量偏大了一点 未来莫雷诺实际上 他的定位呢 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要发生一些变化 是 像中锋这样冲锋陷阵 应该这个阶 这个接力 曹云敌现在一对一信心很足 漂亮 漂亮 原地一个虚晃之后 突然一个转身大扣 把人过得很干净 有球的假动作 和没球的假动作 伊哈洛都完成了 现在接着这盖球之后 没球的时候 先来了个大黄 就这一下 然后之后有球之后 再来一个黄 王晓鹏完全都不知道 球在哪了 之前我们就说过 单凭个人能力 伊哈洛的这几下 不用多了 就他 塔拉斯克的球路给阻乱 从圣号队来了 直接传 雷洛投球 金兴玉 金兴玉的背后有人 对他进行干扰 起跳之后 这球顶得力量一般 超人定的船中非常准 基本上可以做到了指哪打哪 高飘球的后点 对高中锋来讲 这种球是极为舒服 一想也别让自己抢势了 王哲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了哨声 结果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 靠莫雷诺和伊哈洛的 进球生花队 在主场2比1 逆转战胜大连一方 这样的话 在取得这场比赛胜利之后 积分达到了30分 本赛季已经基本保级成功 他们之后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备战和鲁能了 两回合的足鞋杯的决赛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对于崔康熙来说 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在自己曾经效力的 老冬家身上 拿到了保